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还是想说就是机会难得啦 就是首发团 然后因为一年没有出国之后 变成很多经验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体验 然后也蛮想要赶快让粉丝知道说 就是现在的这个旅游大概是开放到什么样子的状态 身为台湾人在过去这一段期间内都觉得很安全 然后而且每个人其实都是戴着口罩这个情况来说的话 那过往其实还有就是说像帛琉的情况一样也是 那我觉得如果说是这个国家 特别是这个情况 我会觉得说其实这是一个很安全可以去的地方 我很想试试看 整团整团的方式 好 进去一点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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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没开始 你还没领呢 你还没领呢 我看 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交通部 那还有航机公司 把相关的动线 各类的安排都做得非常的好 特别好